天赐星儒 下赋征氏十四则 出自文昌画书 原文 帝君曰 于方游人金 致会计山音 建议银者及胜负 年五十许 焚香叩天起辞 时种春饼叶 天文患烂 张素招人在上 而银者士姓张 于于是生烟 然 与香剪发纹身 习为疑俗 与继承同心甚不乐 乃寻惯吕 自喜礼文 如福如冠 自此而始 内外 莫不以语为义 及其久也 从语者 时有其八 一日有其旧 夜语复 口诵唐于大训 数篇 及成王顾命所臣者 曰 中国由世人传此 语号之 就比习烟随口祭寿无疑 于是愿学者 从而习之 皆以语为诗烟 案 孔子之生也 以圣母 导之于泥山 帝君之生也 以圣父起之于仓号 诞生皆不凡矣 然 孔子镇目夺 于周之衰 而显示威严于万事 帝君扬文教于周之盛 而阴操处置于千秋 岂非为道不同 同归于智者灾 一百 帝君说 我游历人间时 来到会计山殷 今浙江绍姓 建一颜者 继帝君之父 年纪大约五十岁 正焚香 叩天祈求子嗣 其实正是二月初三夜晚 星光灿烂 张素星格外明亮 而那位吟者也正好姓张 我于是降生其家 然而我家乡向来流行 剪发纹身之蛮夷习俗 我长成少年后 很厌恶此习俗 于是找来 鞋帽 穿戴起来 自己学习礼 如福如冠 从此开始 邻里相亲都觉得我与众不同 等到时间一久 仿效我的人竟十有七八 一天 有位年高得住的老者来访业我父亲 《口诵书经》中唐饶语顺大训书篇 及周承王顾命所陈述的几篇 并说 中国现今由使者在此传播这些文章 我听了很喜欢 便向他学 将他所传授的一字不漏寄送下来 于是愿学者从我而学 皆以我为师 按 当年孔子诞生前 孔子母亲曾祈祷于泥山 而帝君之诞生是帝君父亲祷告于苍天 可见 圣人诞生于世皆不平凡 孔子于周朝衰落时期 智力伦常道德教化 将今生微妙之大义 小事于万事 帝君于周朝昌盛时期 显阳礼乐典章教化 而冥冥中掌管 升降世人功名与千秋 难道不是只有教化方式的不同 却同为达到天下大智吗